各位永远记得我举的例子 你已经是一只大象了 你已经是一只大象了 你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们还一个 影响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习惯 就是负面的思考 负面的思考 遇到任何我们不如意习的状况 我们就开始自我否定 我过去拍命 我过去运气不好 我过去命运不好 所以我现在命运也不好 我未来命运也不好 我们经常会很习惯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出生背景是这样 所以我的运气也是这样 也是那样 可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这样继续下去吗 我在法院工作 那我辅导的个案都是一些 犯过罪的儿童或青少年 曾经有一个妈妈 她是从小就被人家收养的 她是个养女 她的季父 从小就会对她暴力相向 然后她就说 我都孤年了 我都小孩 就没人眼 我只能叫我爸 嫁一位老公 买文了 嫁两位老公也买文 嫁第三位也是买文 都会把我扒 她结婚三次 三个先生都会对她家暴 然后她生了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都犯罪 所以她来到我法院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我孤年了 我摆命了 我说 这位妈妈 你已经苦命了几十年 你还要让你继续苦命下去吗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你已经几十年来 都不是你期待那样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从现在改变 成为你自己要的人呢 她跟我讲说 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 因为我过去努力过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做到 是这样吗 因为过去你努力了 没有做到 表示你现在努力 也一定做不到吗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以你的知识 以你的经验 更重要 她那个时候是个小女生 可能没办法对抗她的季父 当她结婚的时候 也许第一个先生暴力相向 第二个先生对她暴力相向 她真的没有办法抵抗 她第三个先生 是个肢体残障的人 我就跟她开玩笑 因为她的先生是断脚的 她必须做人意 我说你站起来 比她高 高那么高的人 你先生要把你打 你把他掌握就拔不拔 你是在走什么 他都说他都这么打 我都打不贏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有时候是我们放弃了 我们放弃了 我们甘愿 去做我们不要那样的人 如果你真的不希望 成为你自己 不要的那样的人 那很简单的一个关键 你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脱离 你那不好的命运 脱离你不好的命运 所以我就告诉他 过去的你不代表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不代表未来的你 你现在做什么才是重点 待我在如何幻影心中的巨人 这个部分方法跟技巧上 我会跟各位再来强调 那各位一定会问说 还有什么样的障碍 障碍了我们 让我们没办法 让我们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 那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 我们经常是比较的 比这个字很奇妙 它是两把刀子 一把刀子会伤害到别人 一把刀子会伤害到自己 我经常到各地去做亲子教育演讲 很多妈妈就跟我讲说 我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好 在学校常常被欺负 在学校没有自信 我就问她说 在座在场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哪一个孩子是 经常考第一名的 有一个妈妈就棘手 我问这个妈妈说 你的孩子快乐吗 你的孩子充满自信吗 她说没有啊 我的孩子也很没有自信 我的孩子也不大快乐 我说考第一名都不快乐 那考最后的也不快乐 考第一名没自信 考最后的也没自信 那考第几名跟自信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 那各位知道我的成长故事 你就知道了 我考零分的时候 我爸爸怎么说的 我们的分 我们的分 我们的分也是好分 零分也是好分 是不是 那不在于你考几分嘛 所以我们讲说 那个成功的经验 不在于你成为什么 或成就了什么 或得到了什么 或占有了什么 不是吗 而是你怎么看待他 怎么看待他 所以人 没有好人或坏人 也没有成功的人 或失败的人 没有 只有不一样的人 没什么事 没有人 也没有人 没人 没有人 没人 没人 感谢观看